朴宰范全程都站在电视机旁 表现得都十分激动 朴宰范和炫雅的这一梦幻联动 让不少网友猜测 炫雅已经签约了朴宰范的公司 而在此之前 也有相关消息传出 在炫雅分手后 她的发展一直备受议论 12月9日有报道称 炫雅正在推进 与朴宰范所属公司Moral Vision的专属合约 双方已经就专属合约问题 见面洽谈过了 不过具体的合同信息 并没有曝光出来 在今年8月 炫雅与鸟书塞创建的经纪公司 Nation专属合约到期 并决定不续约 随后炫雅官宣了分手 早在12月初 就有消息称 炫雅将现身Show Me La Money 11的总决赛 该消息也为Show Me La Money 11提高了关注度 只是没想到 炫雅的表演只有短短30秒 除了事业发展外 炫雅的感情动向也备受关注 分手后很多粉丝喊话张贤胜 在大陆社交网还出现了 每日一问张贤胜 金炫雅在一起了妈的超话 12月20日 有媒体发文称 两人有了新情况 在张贤胜戴着扩罗形的帽子露面后 炫雅也立马晒出了戴着同款帽子的照片 并高调发文 谢谢师哥 两人的正义互动 也引发复婚热议 分手后的炫雅 事业再次高升 但反观金小忠 就显得有些落寞了 20日 金小忠出院网络节目 直言自己没有什么朋友 又跟唯一一个朋友吵架了 那他就只能自己吃饭 同自行动 他的这番言论 也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心疼 不过 毕竟两人已经成为过去世了 虽然十分遗憾 但还是祝愿他们 都能有新的发展